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变成无用的阶级 尤其是这一部分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对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工作这件事情 他们已经有所耳闻 但是对于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工作的速度 很多人还是一无所知的 我朋友认识一些旅行社的工作人员 他们在这几年都陆续失业了 他们当中有的人从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 就开始在旅行社帮别人订机票 现在已经五十岁上下 前几年失业了 道理很简单 因为现在谁还会通过旅行社订机票 大家都在网上买机票了 对不对 还有就是我所用的银行 在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 只有一个网点还提供人工服务 基本上也就是针对一些不太会使用电脑的老人家 像一般我现在认识的芬兰人 他们都是 他们取钱一般都是通过自动提款机 那么其他的业务都是通过网上银行来完成的 下面我大概介绍一下 关于未来简史中无用阶级这一部分的内容 随着技术的发展 人变得越来越无用 在以前可能就是那种工厂里面的工人 他们面临一个失业的情况 因为他们的工作被很多的机器取代了 与那个情况不同的是 现在面临失业的 那么属于以前定义的这些白领阶层 比如说我之前提到的银行旅行社 还有比如说金融交易 早就在靠着算法管理了 计算机的算法管理金融交易 它一秒钟能够处理的数据量 就远远超过了个人一年所能处理的数据量 2010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道琼斯指数在五分钟之内跌了一千点 一万亿美元就这样凭空消失 但是在三分钟后 一切又恢复原样 很多的交易商对于这种算法提出诉讼 认为它歧视人类 因为人类的反应速度 远远跟不上计算机的算法 通过先进的核磁共振技术 扫描人的脑 可以做出非常精确的测谎仪 因为根据现在脑科学研究呢 就是人在说实话的时候 和在说谎话的时候 用的脑那个部分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 有大量的律师 法官和警察 面临失业 那么算法用来教学 也比人类的教师要优秀 算法根据每个人提供的问卷调查 他会知道每个人的优缺点 找到适合不同性格 不同爱好这些学生的最好的教学方法 人工智能的老师 不会对学生大吼大叫 当然也不会罢工 那么在医疗领域呢 人工智能的医生 知道病人的每一段病史 他知道病人做过什么检查 他知道治疗所有疾病的药物 他也看过所有医学期刊的最新文章 最重要的是 人工智能的医生 不会累 不会饿 他不会误诊 而且这个人工智能的医生 可以大量的复制 而培养一位人类的医生呢 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 2011年 旧金山的一家药店 使用了人工智能的药剂师 他只需要几秒钟处理一些数据 比如说 病人的处方 服药的信息 还有病人的过敏史 这个机器人药剂师 一年开出了超过200万张处方 零犯错 而人类的药剂师 配药错误的比例是1.7% 也就是说 美国每年 有5000多万张药方配错 这本书也还说 销售人员和售后服务人员 以后也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现在算法 在记忆 分析 辨识的各种模式的能力上 都超过了人类 可能你会听到很多专家说 有些事情 机器永远不可能代替人类 那么事实后来证明呢 所谓的永远 不过是一二十年的时间 就在上个世纪80年代 很多的专家说 机器在识别人脸这方面 还不及人类的婴儿 但是事实上 人脸识别程序的能力 早就超过了人类 现在很多的警方 包括情报机构 都在使用这种程序 在上个世纪80年代 很多的专家说 计算机永远不可能 会下国际象棋 但是这种说法 在1996年就被推翻 在那一年 IBM开发出来的深蓝 打败了国际象棋大师 那么更为复杂的围棋 在最近几年也被攻破了 而且现在的人工智能 AI会自己学习 他们会用人类 从未想到过的策略 来玩一些游戏 在文艺和艺术领域 同样也不能幸免 有一位音乐教授 开发出来了一个program 他会作曲 你给他输入很多 巴赫的曲子之后 他就会模仿 做出巴赫风格的曲子 而且他的产量很大 一天可以做出5000首 而听众根本就分别不出来 这是机器做的 还有类似的program 会自己学习 甚至会写诗 作者在这本书里下了一个定义 就是关于这个无用阶级 他说这个无用阶级 全新而庞大 没有任何经济 政治或艺术价值 对社会繁荣 力量和荣耀 毫无贡献 好 下面我讲一下 我个人的看法 我跟作者的看法有点不一样 我总觉得 未来 当人们不用再做那些 看起来枯燥乏味的工作 而那些工作可以轻松的被机器取代 那么会有新的工作 和新的人生意义 会被创造出来 我们的思维有的时候 被一种僵化的思想给固定住了 比如说 有的人认为在工业社会 人的价值就是在工厂里 在一条生产线上工作 人工智能就是再聪明 也有他不能做到的事情 因为他没有感情 没有道德 二十年前 我看张爱玲的精索记 是看不懂的 我这二十年经历了很多的人和事 在二十年之后 我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 就会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而机器永远不可能告诉你这些 我个人觉得 那种资本主义的大生产 大消耗 那样的生活 那样的社会 已经过去了 道理非常简单 如果人类持续过那样的生活的话 环境是承担不起的 地球的资源也是消耗不起的 人工智能带来的是一个 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 那些拥有大量人工智能的公司 他们要交很多的税 来养活现有的人口 这些钱可以满足每个人的 基本生活需要 从现在开始 找到自己的爱好和特长 并且想办法发展它们 未来的社会需要每个人 贡献自己的价值 好吧 这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 这本书《未来简史》当中 关于无用的阶级 这部分的内容 还有我自己一些个人的看法 谢谢大家 关于无用的阶级 关于无用的阶级 混亂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